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盤後網路電視 我是論文德 路程阿薛 今天的大盤跌幅比預期還要來得重 當然這個成交量687還是放膽不出來 也由於後面的撒函取量 才讓這個量能會比昨天來的大一點 要不然其實今天的量能 其實在早上這邊的時候大概都680 當然這個現象可能有待後續用時間劃解 畢竟我們看到兩個禮拜來量真的都是不出 其實這一波當然行情的一個 這個往下的一個格局當中 這個量沒有放大出來 大概兩個多禮拜 原本這邊有一個1159億的量 它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量 可是來到這邊創波段高點之後 這個量能萎縮 所以創新高之後的量能萎縮量價倍 它本來就是應該要進行修正 只是這個修正從時間的修正到後面變成空間的修正 這個量 一無完事 放得出來 那這個量放不出來 有沒有在後面有機會獲得解決 我認為還是一樣 從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當然 如果說它是要進行修正 就有兩個修正 時間的修正跟空間的修正 目前看起來 這邊好像有變成一個 時間修正 後面變成一個空間修正 那這樣子 其實坦白講 也未必是壞事 未必是壞事 因為我們發現 這一波下來 在開始期明年要結算 外資進空單 還有超過1萬6000口 所以明天有機會 當然不排除會有低點 可是問題是說 當一個集碟的過程當中 因為乖離真的太大 你看這個離月線 是不是很遠 離月線很遠 那它當然就會有一個負乖離的先反彈 先反彈 然後再來怎樣 震盪阻底 震盪阻底 因為畢竟 我們之前的規劃 就是說 月線其實目前在扣這邊 只要它不要跌太重的話 月線其實還沒有正式往下的 可是這個跌的真的太深了 除非下個禮拜一能夠站回夜線 今天禮拜二還有四個交易 其實難度有點高 因為差了大概有200多點 你要在未來四個交易日漲200多點 其實有它的難度 所以變成 你要面對一個市值就是 這個月線真的要往下 那真的要往下 我剛才有規劃 就是說 這個行情會先下 因為明天才是急結算 可是下的過程中你不要害怕 即使後面還有低點 它也不會這樣子一路跌 急跌之後伴隨的是集碟 那當然因為月線已經往下 它可能接近反彈過程當中不會一次上 它會在這邊怎樣 震盪打鼓 打底震鼓 那等這個月線來靠這個部分 那行情才有機會再往上 那當然 行情這個 之所以這樣 我們做了一個稍微的修正主要是 因為第一個就是在美國的部分 因為大概也是這個禮拜四 美國的FED主席葉倫 他也要發表談話 那原則上 他如果只要維持過去一貫 就是說 維持這個美國量化寬鬆的這一 一貫的一個說法 我認為美股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也就是說 他會維持過去的漲勢 其實你來看 今天的這個行情 在美股來講 其實昨天倒角來講 就是NASA 科技股的部分比較弱勢 科技股像這個NASA比較弱勢 可是他還是守在怎樣 記憲之上 然後你來看喔 肺販也比較弱勢 那他剛好來怎樣 極限 所以 以美國的狀況來講 他的位階 應該說台股的位階 會比美國來的低 因為我們是提前跌 所以後續我跟大家講 就美國的兩個部分 剛才提到 葉倫如果說維持寬鬆貨幣的狀況的話 我認為以美股來看 他應該不會有太多利益 他會怎樣震盪走高 就是維持過去寬鬆的貨幣 好那問題來了 因為美國的殖利率 10年公債殖利率 在最近 彈幅還不小 那大家去想想看 美國公債殖利率的彈升代表 其實已經有人在預測 美國可能會升息 那當然升息 看你是要從哪個角度去想 其實以升息來看的話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升息對於股市來講 是一個短空長度 短線難免會受到 因為升息利率提高 資金稍微會有一個吃緊 會對於股市短線產生震盪 或者是回盪 可是大家去想想看 升息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或者說他升息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基本上 這一次如果說葉倫他要升息的話 應該是建構在美國經濟 有晚上成長的力道 所以才會升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認為升息對於中長線的股市來講 他反而是一個正面 因為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 往往都在升息 初期的時候 股市震盪 或者是回檔之後 他會再往上去創新高 按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那當然他不會 在升息的時候 就馬上往這樣蹦跌 他一定要等到升息 三四、四、四 甚至後續有連續升息 五四、六四 股市才會見到高點往下 做一個大幅的回檔 那目前因為是 處在要往升息的腳步第一次 所以我認為對於股市他難免會震盪 可是中長線他還沒走完 所以目前就是處在一個怎樣 短空長多的一個走勢 那短空我們已經先下來了 其實你跟國際股市來比的話 不論是美股或其他亞洲股市的 我們是已經連線低 那剛剛已經從技術面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個月線已經 難以避免他要往下 所以他一定會在 我自己的預估大概是9300到9500這邊 區間來回震盪整理之後 才會有一個比較像樣的行景 那這個時間可能要拖到10月份 拖到10月份 但是短線的一個操作 我認為還是有股票可以去做一個選取的動作 因為我從兩個部分來談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蘋果iPhone 6沒有錯 他出來的這個新機沒有引起大家的經驗 所以也造成了大力光 在上個禮拜 撒到108 可是你看這兩天的大力光 雖然不強 可是有沒有繼續在破底 其實還好 他有連續性破底嗎 沒有 後面要看他 後面要看他 其實如果你在回國頭去看美股的Apple Apple又回到101 其實他已經離之前的高點非常非常的接近 我的意思是說即便iPhone 6它的功能性 沒有引起大家的興趣 或者說引起大家的經驗 可是它的預購的數量在iPhone 6 還是超乎預期 也就是說其實消費者還是買iPhone 6的帳 所以這個iPhone 6的預購量往上成長的話 會對於平概股 特別是大力光紅牌 可能進入到9月份10月份的業績 可以產生往上的一個成長 所以如果說就平概股 像電動大力光先跌的 可是它後面的業績還要往上成長的話 你認為它要繼續跌嗎 另外一檔就是什麼 鴻海 鴻海的表現它就稍微比較理想一點 它至少還守在整個月線之上 台積電 台積電如果說再回到126之上 就沾上季線轉向 那應該就是大牌往上反攻的一個時候 所以在蘋果供應鏈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這三張指標 大力光 台積電跟鴻海 目前只有鴻海在機械之上 台積電跟大力光它算是一個在盤底足底 後面就觀察這兩檔 如果說有轉強的話 大牌就有可能是建低 往上反轉直近 那當然蘋果供應鏈的部分 有一個部分你要去留意 就是在這個PA公寓放大器的一個部分 深化價的這個產業 當然它今天有一點點補业 可是如果說就中長線的趨勢 你看這個月線 這個季線還是往上 漲多回檔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F-I-E-T 也是一樣 它進行一個怎樣 三角形整理的一個收斂 那你去看它的一個業績 0.66跳升到1.61 算是大幅的一個成長 那我剛才講的 iPhone 6如果銷售得不錯 一定會反映在這些蘋果供應的身上 指標無盪的開放嗎 那這些深化價的一個產業 其實也有可能在 在未來的9、10、10月銀鬆繼續往上成長 實際上你去看蘭茂 你看它的這個業績的部分 有沒有 8月份大幅增長 今年才新高 而且比去年增長23.45% 全新有沒有 也比去年大幅增長30% 這個產業 深化價值的這個產業 這個族群好像都有 營收往上成長的趨勢 那你就要特別留意 後面如果大幅增長 是不是這個產業有機會往上 這個是在蘋蓋谷我們的一個觀察和選擇 另外一個部分還是跟大家提到周代福的一個部分 這個叫做大雅 昨天創新高 今天因為受到盤勢影響 他小不拿了 可是你看這個趨勢還是往上 對不對 你看他之前有跟大家提醒 他的整體的一個獲利非常好 上半年賺了3塊多 3塊多你看70出了本益比大概11、12倍 並不會太高 同樣的一檔 這個叫做什麼? F勝月 大盤今天跌了5塊1% 你看他就不跌了嘛 他算是怎樣? 震盪阻底 有沒有? 震盪阻底 那就是等後續 他如果說 後面有一個代量往上收 後面他營收往上的話 他就有機會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哪裡? F添底 F添底 你看他有沒有點? 沒有嘛 即使他這一段時間他都沒有漲 他氣勤很好 可是他也沒有隨著大盤 好像往下去做一個破底 或是回測的一個動作 所以相關的這些F開頭 在中國內去有布局的一個部分 其實在未來行情如果說有質問之計 包含我跟大家講的蘋果供應鏈部分的一個生化價 這個都是後面可以去留意的一個方向 跟一個選取的一個表地 好那 由於時間關於我們今天今天到此 我們今天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